远景騎著巡邏機車緊跟在這輛黑色轎車後頭 一開始還想裝蒜 就是因為远景接獲民眾報案 這名駕駛疑似酒駕 酒測值出來不得了 只是到底是怎麼發現的 時間退回幾分鐘前 一名騎士行進地下道 但後方轎車直接跨越雙黃線超車 民眾上前告訴他 這樣不行啦 男子不滿的下車想理論 欸 怎麼酒氣那麼濃 漏線了漏線了 方向盆打到底 先跑再說 還試圖想要開車衝撞 但騎士油門一催 現在追人最重要 不管太太也沒上車回家 會不會被罰櫃算盤 失誤衝了 远景隨後也抵達 車號是幾號 車號是F5 三零的 原來是對合作無間的夫妻 就在二號早上接近十一點 台東池上 远景一路追到台二十甲線 萬潮一路土地公廟前 才找到這名六十三歲黃線男子 酒測池達零點八 明顯超標 在宣讀四項權利後 將其逮捕 還好追逐過程沒造成其他人車受傷 黃線男子也被一公共危險罪送辦 畢竟最近酒駕案平傳 這回民眾超級警追人報警同時進行 只是這幕田間小路丟包太太 大家不只幫影片按讚 也讓整棟樓歪到不行 開玩笑的替其事擔心 回家後的人身安全